本节目由自身八婆奥大利为你吃瓜播报 陆寒和关小彤两个人公布恋情以来 有两人主演的甜蜜暴击就颇受期待 到底是多甜蜜的一部剧 让关小彤把陆寒给甜到了 最近终于发了预告片 预告的主题叫青春正然 预告片里 讲述了陆寒饰演的明天误闯了一个女校 刚好在明天入学的时候 郑泽大学正式改制为男女合校 到遇到了一系列搞笑的乌龙事件 而且被校内的很多女生表白 最后还是关小彤饰演的格斗女王芳雨 把她霸气壁咚了 身为郑泽的格斗女王的芳雨 就清点了刚来报到的 明天当她决赛的对手 小情侣在格斗赛场上决斗 真的是一大亮点啊 而且明天还去找芳雨 直接问 你这么做是在羞辱我吗 没想到被芳雨 一个飞旋腿 然后一个壁咚 直接反问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羞辱 只能说芳雨真的是老公人设啊 大到十足 而其他的小女生都在心痛明天和芳雨的决斗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一群 有着各自不同生活背景 和人生经历的年轻人 因为不同的原因聚集到一起学习格斗 因为竞技格斗而结缘的年轻人们共同成长的青春励志故事 里面的正能量和青春气息十足 在这些年轻的学生里面 可以看出来他们激情又有活力 可以鼓励现在的学生用于克服困难 凸显了当下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年轻人特质 也许成长经历并不会一帆风顺 通过剧情的展开 最终会传递出正面积极的理念 这部戏抓住了现在青少年的心理 本来就是一部青春正能量的片子 再加上让现在最当红的流量小生来出演主角 相信这部剧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收视也是很可观了 除了追逐梦想之外 这部青春剧最大的看点也就是感情戏了 男女主角的感情线也一定属于很有青春笑人气息的 是那种让人回味和向往的一种情感 在去年剧组杀青没多久之后 陆寒就在微博上大方的承认了 关小同学自己的女朋友 这一条简单的微博 不知道伤了多少明媚的心 也瞬间点燃了全国吃瓜群众的热情 作为人气超高的流量小生 陆寒敢大大方方的承认恋情 跟他在剧里面饰演的明天的性格很相像 这部戏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之作了 你们期待甜蜜暴击的开播吗 喜欢陆寒和关小童吗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 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发一发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 好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